在大家的印象中 明星们的生活都是光鲜亮丽的 鲜鱼弄马 醉生梦死 但其实很多艺人也有主迫的时候 比如说张涵韵 2004年超女季军 并成为当年网上投票率最高的选手 随后被选为2005年 快乐中国超级女生活动代言人 一首广告歌曲 《酸酸甜甜就是我》 成为当年内地最为风靡的流行语 红遍大江南北 首张专辑《我很张涵韵》 就在2005年中国唱片中 取得销量总冠军 创下了《律师神话》 当年那么火的一个人物 你估计很难想象到 随后几年有多么窘迫 音乐行业下滑 所以有一段时间就不能做歌手 其实没有机会 然后公司也是 在一个比较萧条的状态下 正如张涵韵所说 由于音乐行业不景气 其所在的唱片公司倒闭了 因此张涵韵不得不和公司解约 一下子没有了工作的张涵韵 坐立难安 不敢回家面对父母 不敢交男朋友 甚至不敢和外界接触 就这样 当时的张涵韵 作为一个19岁的小女孩 孤立无援 因为几乎是待在家里 因为我不好意思回老家 因为跟爸妈都是报喜不保佑 然后自己如果待在北京的话 就是自己在家里 看看电影 或者是进一进 因为曾经十五六岁 那个时候出道 可能有正面的声音 也有负面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我会对陌生人 很排斥 我也不知道他是喜欢我 还是讨厌我 所以我就尽可能地 把自己蹭 就是包起来 像个刺猬一样保护自己 所以其实低落的那段时间 基本上还真是一个人 挺孤零零的 音乐行业的不景气 作为歌手 张涵韵失业了 但他另辟蹊径 选择去中央戏制学院 进修了表演 对于张涵韵来说 此时此刻 丰富自己或许是最重要的 在中期的日子 张涵韵在同学和老师的鼓励之下 恢复了青春的朝气 也对表演产生了兴趣 但当时的他 并没有接到 有关表演的任何工作 可在朋友的推荐下 张涵韵去了旅游卫视 做了一名主持人 可对主持丝毫没有概念的他 却比前辈柯兰没少教训 然后那个朋友就说 他说 那我看到过你做嘉宾主持 你要不要来 因为当时我在经济上面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去工作 然后他说 那我每个月可以 给你开工资 他是一个稳 对对对 他是稳妥的 然后又是定期定量的 我说我想都没想 我说那好好好 真是一个我 我至今为止尝试过 我觉得最失败的 自己最不满意的一份工作 对 我就觉得我没那个天赋啊 我突然去好像会 就是对你大小生活 怎么样吗 也没有那么夸张 就他会教你一些主持人 对 可能因为我当时的新人 确确实实是主持得很不好 所以他作为一个前辈 对他来教训我是应该的 唱片行业不景气 做主持人不擅长 被钱被骂 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 让张涵韵曾经一度怀疑自己 是否真的适合娱乐圈 工作的不如意 令他的生活质量 也不得不下降了 虽然因为曾经的辉煌 有着一些激讯 但张涵韵在低谷时期 也算是过回了普通人的生活 到哪里都会选择坐地铁了 当然省钱觉得挺省钱的 堵车的时候或者怎么样 这些都有 他们就没有认出来 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说 那个小姑娘 就舞的跟大妈似的 我都会穿我妈妈的羽绒服 然后戴着帽子 夏天 反正就是很 我反倒觉得因为 如果你不戴墨镜 或者你不可以去装扮自己的话 对大家会很难说 各自忙各自的 谁会理你啊 地铁里大家都很匆忙 同样是超女 张涵韵每当在电视机前 看着李宇春 张亮颖 周笔唱等 同一批的姐妹们的歌唱 饰演蒸蒸日盛时 自己只好在家默默地流泪 最近网上又有不少网友 恶意调侃张涵韵 不如其他的超女发展顺利 拿他和其他超女的现状做对比 对此张涵韵似乎并不在意 心里有一种 有一种失落感 因为我也喜欢唱歌 但是他们恰巧在 他们比赛那一年我是代言人嘛 然后我也深刻地知道 他们都是很真诚很努力 而且对音乐爱好的人 当然对于每个人 他的机会缘分可能都不一样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他有可能会遇到不好 但他都有机会更好 如果他们好 这是应该的 因为他们也有付出 这也是真心诚意的 如今五年过去了 张涵韵整装待发 重新回归了娱乐圈 还在刘德华监制的一部电影 初恋未满中担当女主角 这部电影不仅是张涵韵的 首部大荧幕作品 对他来说也有着重新启航的重要意义 超女时期张涵韵在唱功上备受质疑 如今作为演员的身份和观众见面 张涵韵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再举跑负面声音 对自己的演技相当有自信 甚至还打算掌握新人奖 没有我觉得任何事情 每个人只要付出了 最起码他对得起自己 而且我们不能说 你非要去跟别人比 那天才 就是天才你都知道 全人类能有几个天才 所以说我觉得 要对得起自己付出的那份心 就够了 那你有没有想到 哥哥演习的新人奖啊 也想 就从新人奖开始吧 哈哈哈